那些都沒有 大火過後 三樓鐵皮夾蓋的頂樓 幾連五戶都遭殃 此意志工特地動員來清掃 儘管大多都已經燒毀 志工還是小心翼翼 檢視每一樣物品 也有了意外的發現 你啊 你給我一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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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邊有幾千枚 站在中間我裡面有一天 我第一歲說 火災發生時 慈意志工就趕來關懷 送上慰問金 受到波及的五戶人家 就有人馬上翻轉手心 捐出善款 這次來清掃 志工們的細心 又再次讓受災的住家感動 社區有需要我們的地方 我們也就是 義不容辭啦 然後就是發揮人 人膩幾膩 人肌幾肌的精神 不能夠再使用的物品 志工也是做過分類再丟棄 原本是烏煙瘴氣的頂樓 一個上午清除的乾乾淨淨 讓受災的人 能夠盡早恢復過往的生活 大愛新聞真善美志工 王翠雲 魏清河嘉義報導